我先从最普遍最简单的部分给大家先过一遍 因为今天听课还是有不少我们新的人我不太认识 可能第一次来听我们课的也会有 所以之前我讲过的内容呢 针对学校针对作品 对成功作品级的范例 我们自己学生的作品都有过展示 那么今天我就大概从罗德岛开始 那么之前有讲过的一部分 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罗德岛了 因为罗德岛是属于 他在罗德岛他跟这个George 不是George 他是那个布朗大学 同时在一个安读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叫他罗德岛 Design School of Design 设计艺术学院 那他呢 因为他自己各方面的教师和一些 比较成就的画家 带领了这个学校的一个倾向 所以他从申请到录取 到对学生的选择和选拔 要求都比较高 也都比较 我们觉得是所有学校里 对真正的实力的要求 最高的一所学校 除了你的创意想法以外 所以罗德岛是我们 所有学生都想挑战的一所学校 当然成功率 我们说罗德岛的录取率 可能才占百分之二十几 这算比较高一点的 那有个别专业 可能才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的录取率 非常低 所以也是我们梦想的school 那他这里边呢 有很多学生也会学习 比较不错的这种孩子 他们会选择双学位 因为他跟布朗大学 很多资源是共享的 所以他会考虑 你如果想申请双学位的话呢 毕竟布朗大学 长青藤学校之一 所以这是他另外一个 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对罗德岛 简单的一个声明 然后呢 我给大家放一下 下面的部分 稍等 OK 那么作为罗德岛这所学校呢 我们从他的 每年的录取率来讲 只占百分之二十几 那么他平均每个班的人数 只有十四个人 也就是说他师生比例 一般是一比十二到十四 而且他拥有自己的美术馆 那一般其实很多院校 会拥有自己的美术馆 只不过罗德岛的美术馆 含金量还是蛮高的 所以每年的 全年可以说都会为学生 展出他们的作品 因为作为艺术生和艺术家 或者艺术学院的学生来讲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自己的作品的展出 那么作为展出作品的过程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不是说我们想的画画 挂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作为展览的这个部分 也是有很多说到在里面 就像我们自己 我们毕业的时候 从想好不展到最后展出 也要耗时三天左右的时间 才能最后说 把作品算是展出出来了 包括你展出的作品以后 你的自己作品的作品集 如何去设计 然后呢 那么在你的展出期间 开幕式你如何去筹划 这些都是在展出 个人作品的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当然像我们也会有过 作品当天展出的时候 就毕业作品展 就完全可以出售 这种都是他的个人经历了 所以RISD呢 我们一般叫罗德岛 叫RISD 它就有个人的作品展出 普通游客呢 需要购票进去的 那RISD的出名的专业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比较了解 主要是工业设计 平面设计 插画和摄影 这几个是他的强项专业 那其他的专业 比如说建筑学 它是有的 它是一个batcher 是一个本科 因为我们知道建筑学专业 在美国比较出名的 什么哈佛啊 它是没有本科学里的 它们都是硕士以上 所以如果你要考建筑学 architecture的话 就选择余地 就会从这些学校里跳出来 你可以选择罗德岛 然后呢 服装设计 陶瓷 电影 动画 视频 家具 玻璃艺术 还有室内设计 珠宝 金工艺术 油画 摄影 板画 雕塑 织物 就是 texture就是我们说的 染织服装 染织系 织物设计 这些都是 罗德岛比较出众的一些专业 都是可以供大家选择 那我们知道 它比较出众的一些效用 有很多了 插画方向的 还有一些动画电影制作方向的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 刺杀肯尼迪 飞行者 他的电影摄影导演 Robot 也是罗德岛的效用 所以这是我们对 罗德岛这所学校呢 基本的一个概况了解 因为在之前我们有过介绍 所以我就在这里 不再做太多的讲述了 那接下来呢 从罗德岛这所学校来看 今年这个是我现在 给大家显示出来的是 最新的罗德岛 所有的招生 详细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的 招生详细信息呢 大家可以先从最简单 开始 Deadline 我们一般情况下 传统上我们习惯说 ED还是RDEA 还是RA 这些都有 那么ED就是Early Decision 早生的决定性的东西 但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上次以前讲课的时候 我就有强调过 ED这个专业 如果你申请过了 那么你在美国的其他任何学校 它要指罗德岛给你offer了 那么你其他任何学校 是都不可以申请的 这叫Early Decision 所以一般情况的学校 我们会有EA EA是Early Action 那么EA这种选择 如果你申请了 还OK 你可以同时申请很多个学校 最后到4月5月份的时候 你再确定你拿谁的offer 这是OK的 可是如果你选择的是ED 其他学校是不会再发给你offer 也不接受的 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就是唯一性 OK 所以罗德岛它只有两个日子 不像有些学校有四个日子 11月1号 12月1号 1月1号 和2月1号 他们是有四个录取时间 就是收递交的deadline 罗德岛只有两个 November 1号 11月1号 就是Early Decision 就是说你要在这之前 把所有的材料递交结束 一般在12月1号发offer 它是很早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Regular 正常申请2月1号 因为我们经常要申请这个奖学金 所以大部分奖学金 会在Early Decision E的时候发放 RD就是说Regular Decision 还是会有的 只不过量会减少很多 机会会减少很多 这是我们今年申请的日期 ED2020年11月1号 Regular2021年2月1号 如果你是今年报名的孩子 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点 如果按照11月1号来结算的话 我们其实也就100天左右的时间 就要开始递交了 那么像我们现在读的学生 上周吧 就已经把一些完成 百分之六七十的作品 已经发给学校看了 而且学校也是会给你 非常好的feedback 像现在拿到的feedback 就是已经对他的作品认可 非常高非常棒 直接让他按照这个思路 把剩下的完成递交就可以了 就是说现在你是可以 给学校 让他preview你的offer 你的作品的 这样你可以早早地拿到feedback 然后再继续下面如何去做 像我们现在已经递交的学校 比如说罗德岛我们有递过 Art Center我们也递完了 然后加州艺术学院 我记得也递了 所以很多学校现在都可以 preview了 而且feedback给的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有希望自己的作品 是否要尝试给老师们看一下 你可以线下跟我说 我去看看如何去递交再指导你 好吧 所以现在是已经可以 preview of preview 你的作品级的时间了 OK 然后这是我们说的deadline部分 接着就是这个application requirement 所以2021年的案子 就是说现在我们2月或者11月 要递交的学生 他要做哪些东西 一个是common app 我们经常我就叫它common app common application 罗德岛是通过common app这个平台 来做申请的 有很多学校是通过这个平台来做的 比如说CCA CAL 这些都是通过common app来申请的 但是有些学校是不用的 比如说SVA art center也是通过这里来做 那你像SVA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这些是他们单独的一个 application的一个线上操作 所以它又不在这里边 所以每一所美国复杂呢 就是说 它有些学校的申请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提前呢 在你这个common app上面 申请好你的最重要的一些信息 因为在这个上面 我们是有很多信息要去做的 然后呢 它的价格也OK了 service60块钱 没有什么东西 OK 所以这个作为符合条件的学生 申请免费 基本上我们不会有 所以不用care这个东西 不用care它 OK 好 那么继续往下呢 就是我们先把不重点的都过去 另外这个学生成绩单 学生成绩单呢 它要求你官方必须直接 递交给你们的 递交给罗德岛 不是我们自己平优的这种 是不可以的 所以成绩单的递交 它有一套程序 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的说明 如果有问题您可以问 那么平均的GPA成绩 一般要求在3.6左右 这个大家注意就好了 GPA如何去平衡 我们有专门的官方的认证的机构 可以拼 其他地方是不可以了 一般我们是Y Y WBS WBS好像是 不对 WBS 我记得是这个 我忘了 我要再看一下 它有专门的 WES sorry 我想起来 WES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所有的成绩呢 它有两个机构 一个是WES 一个是另外一个机构 我们经常用的是WES 所以你的成绩要通过 它去公正成 美国认可的GPA 这种分数形式 然后用这个机构 直接寄到学校去 而是不是用你来寄的 您寄交的 他们不会去接收 那么非英语的东西呢 大家有些可能是留学生 但是应该听我的 可能大部分都是 在这边生活的孩子 或者是留学生 成绩或者英文版 如果你是在中国 那么你的电话 要经过官方学认 公正认证 OK 好 那么今年最大变化的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 我这个部分 SAT 因为往年的所有的学校呢 基本都变成了 SAT 不是很重 是无所谓了 所以像SVA 什么Art Center 都不需要SAT成绩 当然你在官网上会看到 SAT 括号Optional 然后很多家长就会说 是不是我有这个成绩会更好 是不是我有这个成绩 它会录取率会更高 这样的 其实在我的经验来讲 没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你重要的是 你的背景提升 和你的作品级 作品级是很硬核的东西 你不可能有半点的忽视 对吧 大家都知道一步一步去做 那么背景提升如何去做 从你的工作经历 从你的义工经历 还有很多方式 学习的经历 这些都可以做很强的 背景的一个提高 因为在你的 Common App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申请网站 就这个 在这上面你在做申请的时候 上面对你的背景的询问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把你个人的能力 通过这些形式来展现给老师来看 除了作品级以外 就是这一部分 那么SAT 如果它提到Option 我们完全可以忽视不去考它 从近三年 我们录取的学生来看 SAT成绩都没有考 一样是半奖学金 甚至达到三分之二的奖学金 比如说14万奖学金 这种 去年我们上Art Center的学生 也是没有SAT成绩的 只有雅思成绩 OK 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纠结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SAT会加分 这个没有 那么为什么罗德导要提这个SAT呢 它网年从来都不是Optional 是必须选项 而且它有个特点 你不提交SAT成绩 它不会看你的作品 也就是说 你作品先递上去吧 然后让它Review一下 OK的话呢 反而我英语再慢慢考 或者是SAT 我再慢慢考 这个是不行的 在递交之前 SAT成绩是都要有 它才会看你的作品 这个是他们比较 比较特殊的地方 所以往年我们SAT都是 很多学生就卡在这 但其实大家都把SAT想的太高了 有些人觉得我一定要考到 11400 你一定要考到1400 一定1450 其实我知道的 不到1300的学生也有上去的 这个是很正常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当然说考高点会更保险一点 但现在呢 不用考虑这个了 SAT从今年开始申请的学生 提交时候 无需提交 SAT成绩就可以审查 作品级 并且呢 在这个 你的COME-AB里面 是可以选择这个选项的 是否需要 OK 那么这里边呢 刚才有个同学 不知道谁问 说疫情原因 今年不用提交 今天不用提交 SAT吗 这个呢 说实话 它并没有写出原因 是因为疫情 因为我们SAT考试是正常进行状态 不像雅思 有些都cancel掉了 SAT现在能考 包括我的学生 现在也有在考 考完了成绩也还不错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这两年所有艺术院校 都cancel了这个条件以后 我觉得卢德岛可能 对这个东西 有一些放松 所以SAT成绩应该是 今年开始是optional 而且我感觉 今年报名过的学生很少 不是没有啊 还是少一些 因为疫情的原因 报名人数减少了很多 可能对很多人是个机会 因为往年 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 它整体水平都特别高 所以录取率又很低 而今年倒是个机会 是我考上以后 不知道状况如何 像我们很多学生 今年考上的孩子 都比较犹豫如何去读这个书 所以第一年办休学又特别难 一般第一年不太给办休学 第二年是OK的 所以现在就比较茫然在这里了 但是大家会依旧去考 因为我觉得 他们的艺术师资 艺术环境是不能比的 他们的那种整体的教学 包括他的人脉关系 这些是别的学校不能比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 还是需要大家去挑战的 所以SAT今年我们Optional不看它了 很多学生可以大胆地去尝试 OK 好 然后呢 这是我们往年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统计 非美国本地学生选择SAT 或者在本地学生 则是不需要这个不用考虑它 一般的如果你要考SAT成绩的话 平均分在这里 1309 OK 那么雅思6.5 这个是不用去想 肯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今年很多学生 好像考这个多灵狗 I don't know but我的学生基本上都在考雅思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分数 下面我要重点讲的部分 就是这里 作品集的要求 其实很多人呢 他只注重我看一下 作品集要多少张 在这儿呢 有看到我画现的地方 对吧 12到10张 OK 然后什么形式 然后上传SAT room Anyway 好像就差不多知道了 格式 JPGPF 什么movie Everything is OK 然后 我就做了 就OK了 其实 在这么一大部分的里边 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在告诉你 我想看什么样的作品 但是很多学生 没有认真去了解这个 所以今天我就从这里 开始给大家说 那么 作品集这个部分呢 它在12到20张 最近期最好的个人作品 你也可以是学校的作品 你也可以是在别的机构 去学的过程都可以 那么你的作品 一定要反映出 看到你的制作过程中的想法 还有它这里用的单词 很有意思 就是 你的好奇心 你到底为什么想画它 你的关注点在哪里 然后 你对这个作品的实验的经验 就这个作品不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学生递交作品的时候 是有递交失败作品的 没关系 这个过程中 你得到了哪些经验 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部分 所以不见得 我一定要递交一份 非常成功的一件作品 作品的过程 作品你自己的想法 是最重要的 你从中研究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 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种方式 比国内的这个艺术高考 要难很多 它需要的是一个有思考的学生 有想法的学生 OK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说到的形式 它可以以任何形式 甚至可以以草图的形式 往上递交 我估计很少有学生 敢往上指递草图的吧 是吧 这个草图是没问题 我们也递过 非常非常的好的效果 老师也对他的这种草图的性质 形式非常非常的赞赢 和认可 feedback都是有 所以什么样的东西来把握 是要看专业老师的 给你的建议 是不是觉得很好 这草图不是说 我们随便画的一个草图了 肯定有他的研究内容和想法 OK 然后就是 这一部分 我在这里头 我想做个重点 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经常不太重视 大家都觉得 这边的学校重视的是 重视的是创意 对吧 很多人说老师 这边不就是重视创意吗 look at here strongly recommend 这里边就很清楚的说 这个是往年和今年完全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19年作品级要求换 在这里边 它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去年的 也就是说 今年9月份上学 去年我们准备作品级 今年2月截止的这批学生 他的这个说明 从今年开始全部变了 那么新的一年 作品级要求里 这部分还是跟去年相同 去年的变化大 就带在这里 他强调要看到 作品是从直接观察的物体写生而来的 不要照片 不要想象 所以他非常强调的 就是说 你递交作品是直接观察 如果你不是直接观察 只是想象或者照片的话 这个作品就是废掉了 pass OK 那么绘画艺术视觉创作 从初始到最终 就你的创作过程中 他们非常强调的一点 就是你再会创作 你再会电脑 你再会一些 很多很多的 非常fancy 非常漂亮的效果 可是绘画 是所有初始概念 到最终完成的 最基本工具 你可以看到 它是最basic 最基本的工具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就不行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 他应该在 那一年的招生过程中 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才会在作品集的 要求中 强烈的提出这个问题 我很少有在 作品集的要求里 能够看到strongly 这个词的 可是在作品集的 罗德岛今年 还是一样 强调这一点 所以呢 从以前的research 到现在非常苛刻的 绘画基础能力 所以我希望 家长和同学们注意 不要再想 欧美只看中创业 你可以看到 我之前有展示过 一些学生作业 真的上到罗德岛的 学生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OK 所以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忽略了 这些过程 和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出问题 但并不代表 你文有research的过程 因为这个是 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肯定 还是要有的 只不过它这里 最强调的是 你对基本的 基础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我们在作品级里 我非常强调的一部分 然后呢 去年有一些学生 我也是听别人说 他们有失败的一些案例 给我发过来 也看过了 那么其中最突出的 一个问题就是 表现的东西太多 太多了 一张的 一张这个PDF版里边 它放了将近12张作品 在里面 那么少一点 也放了六七张 就是说 它当然我理解 学生希望把自己 好的东西都给招生观看 但是这里边注意 最多三个项目 在你的作品里边 体现出来 因为它在一张里边 包括一张环灯片中 不要包含过多的 视觉元素和文字 因为你这样做完了以后 它在电脑上 呈现出的效果 是它看什么 都看得不清楚 那就等于一概而过 没有任何作用和效果 所以一幅作品 一张照片上面 除了你的research过程 和sketchbook和作写 和这些过程 我们可以多放一些信息 在里面 但尽量少的文字 文字要cancel掉 那后边的final作品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一张里 不会超过三张的 一个一版面上 不会超过三张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有些新听的同学 或者家长 有点疑问 12到20件 是不是就是12到20件 进气作品 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 它要求你在12到20个page里边 展现出你想展现的东西 所以有些项目 有些project 我们在做的时候 比如说插画专业的绘本 可能这一个绘本 大概有8到10页 可是我们要在 六三到五个page里边 把它都展示出来 那这算一件作品 可是我们可以用 三到五个page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project 那么有一些习作 比如说人体学生 比如说一些小素描 还有一些尝试性的绘画 那么这些可能 在一个page里边 就会放三个final文 所以这个整个作品级的结构 和里面的内容 是要跟专业老师 做专业的研究的 不是我们想这样做完 就ok了 所以这个是 我在这里抢的一部分 如果你是自己 DIY一套作品级的话 千万注意 把清晰的作品 发给他看 当然如果说 基础比较薄弱 这个就比较问题 因为一旦发上去了 会很清楚地展现在 招生官的面前 ok 评审员的面前 所以这个是大家 需要注意的地方 三个项目 一张上不要太多的元素 然后我希望大家 重视一下你们的基础 ok 这个是在作品级的 最基本要求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的 ok 好 那么12到20件page的 个人作品 在这里边 我就基本上讲述完了 好吧 那下面来说就是 我们一般说的 个人写作部分 个人写作部分呢 是写作的一部分 我们大概要写两样东西 一个是个人写作 还有一个challenge 就是我们说 今天说的专题项目的问题 那么个人写作 650个字 你是要在这里边去写的 那么你要写什么东西 要在这个common app里边去看 ok 这个里边是都有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年已经递交完的同学 就是去年的学生 今年9月开学的学生 他们的七个项目作品 在这里呢 就是说 这七个项目里面 比如说去年密集 他要求你这一二三四六七个 你选择一个 直接在common app里面写 所以有很多学生啊 一定要注意 11月1号递交 你最起码要留出 两到三周留给写作 因为你还有一个作品说明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ok 那下面这里边 什么some students have background 这些都会有写的很清楚 比如说第一部分 你的背景 你的身份 你的个人才能 这些有没有值得 你分享给他们的 是可以写的 那这些为什么要写 一定是 如果没有这些内容 可能在你的作品其中 它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就是会 比如说我可能 背景上比如说 可能跟从小家里就是画画 或者怎么样 有很深的影响啊 这种都可能 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影响了你很深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要选择topic 它一个一个会有 一般让你选择一个 那么这个一个 第一个呢 主要是从你的背景 和兴趣点去出发的 ok 这是我们去年的 今天的什么要不要见 common app看才会知道 但是变化都不太大 好吧 那么第二个就是 在你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障碍 或者困难的时候 甚至一个很严重的教训 那么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 你是如何去挑战 如何去克服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 第二个去写作的一个内容 所以它对你的人生 或到你至少到现在 有何影响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写作的内容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 对于某一个信念 或者想法的一个质疑和挑战 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东西都 非常想让你去有个人思考 而不是说follow一个东西 去想就可以了 你可以想的很离谱 你也可以想的 不是说我们觉得 能够理解的东西 但是没有关系 它倒更希望看到 所以在写作上 它有一些这样的要求 ok 那好 那么继续看下面的 再往下就是说 你如何解决问题啊 比如说这里面 你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讨论成就 认识事情 如何就是说描述一下 发现就是引人入胜的主题 一种概念 为什么会吸引你 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会吸引你 你想从中找到什么 这都是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然后比如说 最后你可以选择一个 任何主题的文章 自己编写一个 什么样的公司 你自己来设计 所以整个这七个项目里边呢 它已经把各个方面 涵盖的很多了 如果你没有idea和想法的时候 可以从它的文字里边 去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感觉吧 你就可以把文章写出来 650个字以内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作品集里边 最基本的要求 刚才我给大家看了 比如说 这部分我是最强调的部分 对吧 作品集里的要求 为什么要强调 各个专业的一个基础性 三个项目到五个项目 不要超过 一个缓动片里边的重点 都要展现几个 是作品集的内容 下面就是写作的内容 都很详细了 对吧 那么继续下来 就是我们说的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就是我们说的介绍性 推荐性 推荐性它至少是要一份的 那么它最多不超过三份 所有的推荐性还是一样 通过Common App 发给老师 老师通过他个人的邮件 填写好以后 直接返回到Common App里面 所以不需要我们 去要求老师写完了以后邮寄 OK 这个是全都是在这个上面 去使用的问题 那么接着我们要看的 就是整个申请过程 基本就是这一个程序 比较简单 申请 学生成绩递交 上程作品 独立命题作业 个人写作 刚才我们说了个人写作 是七项 你选一项 纸质成绩单的优寄地址 在这里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在WES上 把个人成绩评估完了 他们会优一份 纸质成绩单给学校 这个在你WES的 这个网站上 申请成绩的时候 它是有选项的 你要是 你要发给哪几所学校 所以他们评估结束以后 就像你的雅思成绩一样 他还会直接优寄 给学校的份 不需要你去来邮寄 这个绝对是保密 而且也只有两个机构 是他们认可的 OK so 这个是他们的邮寄地址 都在我们的官网上 现在已经全部出来了 好吧 所以以防错误呢 大家尽量多关注 多研究它这个事情 接下来最重要的 也是我今天最想说的 独立命题 也就是我们说的challenge 其实 challenge的独立命题呢 有几所学校 并不是全部 比如persons FIT啊 RISD啊 这些他们都有各自的独立命题 那么学生需要呢 在短时间内 把这个独立命题完成 然后通过网络 递交 这个独立命题呢 其实在你申请学校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关注 就是说到底这个学校有没有 很多学校会 后来会出来 比如说 包括这里的art center 也有一个独立命题 那个相对还好一些 假如从这里一个说的话 persons的独立命题 基本是让你 从你个人的意见 作品里面 进行升华 重新在design 在做一个深入的设计 这是persons的独立命题 FIT经常会有不同 因为它涉及到服装各专业 所以有些不同 RISD的独立命题 这两三年变化最大 所以是我今天 因为会讲到的重点部分 OK 那么接着如果说art center 独立命题 我这里没有写art center ACCA art center独立命题呢 往年全都是要求你 录一个video 让你介绍一下 你的一件作品 从创意到最后完成 通过video的形式 发给学校 所以你要录段小视频 这个是art center 独立命题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 今年的RISD的独立命题 从往年独立命题 我们可以找到 很多很多的规律 OK 从2016年开始 它的独立命题 全是什么 解构 光 包含 都是一些单词 对吧 2017年也是一样 Plus 然后Collect 还有是界限 2018的开始词 稍微有些抽象 就不是我们想的那种 内容了 2018年的独立命题 这次Sense Forward 是什么这样的 那么从独立命题 每年来看 从16年到18年 我的感觉 它从各个角度 就是出很多 单词 让你创作出项目来 OK 创作出两个项目 那么命题的是重要 你要看你的展示的 这个过程 鼓励它多去思考 多去想 那么往年 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 说实话 相对来说 比较倾向于 它这个词 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会找牛津词典 回去看英文的原版 因为 它到底用什么样的含义 来去做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往年的独立命题 基本上都是单词来去做 但是从2019年 从这个可以看 它就是一个话题点 就是一个单词 让你去散发你的想法 OK 而且不追求套路 不追求方式 不追求什么东西都可以 所以它相当于 给你一个提示 就是说 我不想把你 局限在一个专业里 你不是画插画的 就是一定要画插画作品 它希望看到 让你有很宽的一个艺术想法 和艺术事业 所以这个时候 独立命题的作用在这儿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我是动画 我就画个动画的独立命题 我是插画 我就画插画独立命题 No 不能这么去画 它需要你的是 非常宽的想法 所以很多学生会做装置艺术 很多学生会做雕塑 很多学生甚至会做短片 这些都是OK的 所以这个就是 它的独立命题的目的 要求你发散思维 以各种形式来表现 那16到18年的这种特点 可是我们到19年 也就是去年 我们第一年发现变化非常大 所以在做独立命题的时候 确实有点困难 当然今年的演出来了 这是19年的一个要求 19年要求我估计 罗德导可能也是 逆了自己成天 出一个单子的这种形式了 所以呢 他也怕学生会形成一个套路 去研究他的独立命题 So 19年去年 他就完全不按照常理出派 让你来了一个 完全读不懂的东西 就是说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复杂 他就是要求你 observing一个 object 一个东西 在nature world里边 它有一些关键词的 它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 观察一下 那么nature world 自然的世界 视觉给你的视觉反应 然后呢 你可以用各种媒介 各种媒介都可以 OK 那你也可以用各种形式 这部分它没有什么变化 它完全是统一的 可一定注意了 这是一个第一幅作品 The first one 以前我们就是拿一个单词 去做两个作品 就OK了 可是今年第一个作品 是要求你这样去做 找到了一些 我们学会去关注一些 主要的单词 去了解 那么什么样的是自然世界 这个你要去查英文的 原文字典会发现 它更倾向于让你表现 它从天然出生 就会有的特点 也就是说 与生俱来的东西 这种世界现象 所以像去年 我们学生做的 比如说树木 和虫子 和空间的生长 这些都会发到 这个nature world 里面的一个概念上去 OK 所以它会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视觉反应和感觉 你会用什么样的媒介去体现 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 OK then你还要transformation 你的第一件作品 这个完全就是第二个persons persons大家知道 我刚才讲过 就是从你的个人的一件作品里 去升华和发挥 对吧 那么去年的罗德岛 它就把你从第一件作品的创意开始 在这个基础上升华形成第二件作品 而且这两件作品 全部要抵较 一个都不用了 所以如果你从这些检视 你看观察某一个物像 自然万物中的某一物都可以 你要选定对象 先要把它做出来 然后不限各种规模和形式 规模都无所谓 有些学生做得非常非常 非常大 这都有可能的 那然后第二件作品就是转换 我这应该有写 转换 所以你要转换它变成第二个project 这个就是去年的一个最大变化 no limited 没有限制 可是也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这一次呢 它就分成了这两部分 这个全部做完 两次发挥 一定要进行二次发挥 然后形成两套作品 这是我们在上去年能够做的 这个挑战题的一个内容 那从这个题目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 罗德岛招生官和教师和这些 艺术想法变化非常非常大 从它的最基础的作品 刚才的要求 我可以大家看过了 对吧 到它挑战题的变化 可以说的整套东西全都变了 那么它就是想让你的专业界限 越来越模糊 让你能够多角度的来思考问题 不限制的角度 和不限制的专业和媒介上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打破 你的专业界限去想这些作品 你要充分给人家看到 你真正自己心身上的 这些艺术感觉就可以了 而不是针对一个项目去训练 OK 然后又自己独特的创造力 意识个人风格 这样的话呢 就慢慢在这种 所有的这些内容 都在你这个assignment challenge里面 全都要体现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去年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所以在我们做创作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在第一个找 这个感觉 每个学生的想法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在这个变化这么大的时候 能不能抓住你自己的作品的特点 给老师看 而且你是你很觉得很成功的一件作品 这个就比较难了 好吧 所以第二件作品就跟Persons很像了 它就是一个发展 但是注意的是作品的深度 因为我们难忘觉得 challenge给的时间 现在出来了 大概就能几个月去想 可是你的作品 如果没有深度 没有尺度的话 它也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如果它没有一个深度的作品 也不会给人带来思考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如何才能够发散性的 把这个深度和广度 更切合的更好 能够体现个人风格 就会更完美了 OK 那我们通过分析 2019年以后的变化 我们看今年的要求 今年的要求 还是两部分 可是第二部分变成了写作 OK 第一部分我们管它叫什么 视觉反应啊 就是其实要做这一点作品 今年是中心词 它在这儿呢 Repair Repair什么东西 你可以是Repair一个材料 你也可以去修复一个物品 你也可以去修复 无形体的系统和东西 甚至想法 客观损坏的东西也可以 过去的一些艺术品也可以 一个社会问题都可以 甚至一个生态问题 一个历史时代 你可以看到它 真的把这个范围扩得 已经非常大了 我希望我在这里 能够给大家看到 就是说 你不一定是要 去Fix一件真正的东西的 你不一定是真正 你要去Fix一件实物的 你把侧重点往后看 一个坏的东西是可以的 那 Pastet piece Art piece 一个过去的艺术作品 或者一个历史 一个技巧都可以 所以它从一个实实在的物品 的Repair 一下又给你放到了 思维和想法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考虑如何去做它 好吧 今年的重点就在这儿了 Repair it 然后流程过程呢 你来决定 修成什么样子 也OK 可以是功能性的 结构性的 任何方面 甚至是思想性的 完全都可以 如何去展示你的作品 全看你要修复的东西的 特点是什么 你可以是一个数字 结果 就像计算一样 你也可以是一个video OK 你看它在这里边有 所以这个就是今年 我也觉得挺难的地方 我们跟老师们 已经商量了三四天了 因为我们这边 有好几个罗德岛 今天申请的学生 确实大家都比较头疼 没有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切入点去做它 但是只要你去思考 去想 一定会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出来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 容易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OK 那么这是我们今年 要递交的内容的 第一部分 repair 第二部分 你要写250个字的内容 那么之前我们说的 650个字 是你的个人的essay 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是挑战题 我们叫challenge 也可以叫assignment OK 所以这里边又加了一个 就是说 你是如何 想这个作品的 第一作品的创作过程 和个人见解 说明一下这些东西 甚至你在这些修复方案 你注意了 它有一个这个 include a single image and recording of the 这个read your statement 在你的statement里边 你要能够 放进去一些 single picture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单纯的写作了 它要求你 像一个小论文一样 包括你的过程 你之前的IC 就是文章的 OK 你这里边 你一定要放上 你所有的过程里面 图片 甚至数字 甚至整个的video 都可以 所以这个发散性的一个写作 需要你深入的去考虑 整个的这个挑战题 大家可以想象 你需要take多长时间来做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2020年的 自主命题的第二部分 写作部分 如何去做 如何去想 可以根据各自的专业老师 大家去商量 好吧 当然如果你来问我也可以 我们也是跟老师们一起商量 因为每个人的命题是相同 每个人做的东西是不同的 所以不能拿一样的题目 去做所有学生的作品 OK 这个是我们今年2020年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 好像罗德岛今年和去年变化 是最大的两年 OK 从他的SAT不再要求了 到他的作品 20件作品里如何去表现 你要侧重点在哪 到他的挑战题的变化 我今天基本上 把我能够想到 大概能给大家的 都会讲过来了 那么他再变 他也会有他不变的本质 对吧 所以如果你觉得 他变化很多 一样 他也有他不变的地方 比如说他的发散性思维 对吧 你可以给你一个 实实在在的物体去repair 你也可以去repair一个思想 repair一个历史清洁 repair一个任何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 其实近期我们感觉 还是会根据学生专业 去repair something OK 然后呢 这是发散性思维 那还有就是 他们非常喜欢 批判性的东西 虽然有的时候 不见的是对的 但他希望看到孩子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里面 所以这种想法也让大家在脑袋艺术里面 要有抽象的与会到具象的视觉艺术空间 可能其实是最难的 其实作为任何艺术家来讲也是非常难的 一个抽象的东西通过具象的艺术形式 呈现给大家 同时要让大家能够理解 接受 这个就是难度比较大的一部分 然后就是媒介的各种驾驭能力 他希望你用综合媒体 综合媒介 你可以用各种材料去体现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用什么 这种材料的驾驭能力有多强 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今天大概就把我们 罗德岛的部分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作品在这里面分享的很少 因为今天主要是讲述 他们对这个作品自己的要求 所以作品分享在之前也有 如果有没有听到的人 可以跟我们的助手去要video来听 我们每个学校都有细节的分析 和学生作品的一些展示 这个在过去的video里面有 我们下期再见